大家好 今次我去了西灣河的泰安樓 泰安樓的地下是香港一個很出名的 數街食的集中地 這裡有幾個入口的人 我隨便選了一個入口 我去這天星期三來的時間是中午的12點左右 整體來說泰安樓的食物價錢偏便宜 街坊的食物都不要想著有什麼特別的食物 我沒有貶意的 不過不想大家期望太高來到 我怕大家反而會有點失望 來到的 用回平常心去吃 好久沒見的機舖 原來西灣河這裡還有 這些真是童年回憶 不過我就沒有走進去看 其實我覺得這裡的感覺有少少像尖沙咀的重慶大廈 不過就是本地人版的重慶大廈 第一樣東西試的就是這裡的牛雜 我就叫了兜細的剪牛雜市 我很喜歡聽到這些剪牛雜的聲音 熱烈的剪牛雜 小的 整體上來的味道是夠的 吃到比較明顯的花椒味 還有它那些牛雜都不會很韌的 但是我吃來吃去都吃不回我最喜歡以前的牛雜味 我最喜歡吃的牛雜是很久之前在新光器院旁邊那一檔 但是它已經撿了很久了 我常常都想找回那個牛雜的味道 但是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雖然不是我心目中最喜歡的那種味道 但是這裡的牛雜都OK 而且它最特別是除了有蘿蔔之外還有柚皮 我接著那塊是柚皮 蘿蔔和柚皮都入味 還有這塊就是牛綁 不知道大家吃牛雜最喜歡什麼部位呢 我最喜歡就是毛肚和牛綁 吃吃下我加了一些辣椒醬 辣椒醬有點像老江媽那些 還有這碗東西不只有牛 有些豬皮豬腸 好了牛雜吃完了 那現在繼續四出力吃 我在網上看過泰安牛油檔 魚蛋佬的魚蛋說那個汁很好吃 但是我來到那時候那檔魚蛋佬未開 我就找了這檔去吃魚蛋吃 價錢很划算,7元一串 我就選了一串辣的 它就是有些咖喱味 不會很辣的 味道正常 但是不是很夠熱 如果熱一點就更加好 刀魚蛋我相信是不少香港人 從小吃到大的食物來的 接著我就打算買一些外賣回家吃 首先就是這間金華餅店 大家見到它那些西餅是很舊式的那些 我就看中了它什麼呢 我就看中了它這個蛋撻 我見它新鮮熱辣出爐 我就買了兩個回家吃 雖然它不是我喜歡吃的酥皮 但是一場來到都買來試一下 另外我本來想在太安樓市那間海南雞專門店 網上說又便宜又好吃 不過原來它逢星期三是休息的 那我就唯有買第二個飯吃 我就選了這一間 用秘製醬汁在鐵板上炒飯 那我拍給大家看一下 它會問你辣還是不辣的 那我喜歡吃辣的我當然要辣 還有我想跟大家說 就算我選了辣 其實它都不是很辣的 那我等它安裝進外賣盒 那我就可以拿走了 最後我就想試這間小老闆 那它的生煎包和鍋貼都很有名 還有價錢都很便宜 大家看一下 那我兩樣都有要的 然後離開了太安樓 走前一點 讓我見到這間燒美店 那我又見到那一隻隻豬手 皮好像很脆一樣 那我這麼餵食 當然忍不住買一隻試一下 最後我就買了這間的招牌豬手 然後才回家 還有我見到它的三拼蛋很划算 好像35元而已 好了回到家了 現在逐樣試一下 那這個蛋撻呢 它不是我喜歡吃的酥皮 但是呢 就算我拿到回家 都還嫩嫩的 還有中間的蛋都幾香幾滑 我覺得OK的 但是如果是酥皮就更加爽 應該說如果是酥皮就更加適合我吃 不過 喜歡吃酥皮還是餅皮 這些都很過人的 還有我想現場吃熱辣辣更加好吃 接著到這個了 生煎包和鍋貼 它生煎包和鍋貼都是12元3隻的 生煎包那個皮就不是我喜歡吃的那些生煎包來的 我喜歡吃的生煎包是薄皮一點 裡面有很多汁的 例如上海的小羊生煎 就是我喜歡吃的生煎包那隻皮 這裏的生煎包的皮就真的像一個麵包 我做開了給大家看 它的外皮是 像一個麵包的外皮 肉餡就沒有什麼 配料沒有什麼特別 另外還買了這裏的鍋貼 我喜歡吃鍋貼多過這裏的生煎包 首先鍋貼來講 它的皮不算太厚 我是說鍋貼來講 你不要將它和香港的雲吞比 除了鍋貼皮不算厚之外 它中間的肉都OK的 餡有些菜和其他東西 不要剛才生煎包的只有肉 無論生煎包還是鍋貼 它都煎得很香口很脆 還有看價格12元3隻 這些價格基本上都不會怎麼投訴 這樣都投訴的不如自己做吧 接著到這個秘製醬汁鐵板炒飯 38元 好便宜很多料 味道是濃的 除了飯之外它有腸仔、漢堡扒、鴨胸、蟹柳 火腿、椰菜、紅蘿蔔、蔥、粟米 最棒是沒有青豆粒的 多怕它有青豆粒 味道是濃重的 有點像印尼炒飯那種味道 但它濃重得來又不算很鹹 但就很重味 而且它問我辣不辣 我說要辣 但最終都不是說有什麼太大的辣味 整體來說重味道 料都足夠的 是油膩了一點 但38元有這樣的炒飯其實挺驚喜的 最後這個就不是在泰安樓的 是泰安樓附近的一間小美檔叫蕭美家族 這隻就是他們的招牌豬手 它有兩款芥末給我的 豬手的位置有不少地方都是脆的 但不知道是不是焗了回家 有些地方脆得來都有少少硬 而且某些位置尤其是肉位都挺鹹鹹的 送酒吃或者送飯吃會好一點 好了 今次泰安樓的食物分享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先介紹一下 你在看的最愛煮食男頻道是以煮食為主 另外也會有飲食和去旅行的分享 看完影片喜歡的就請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每個星期上載新片的通知 多謝大家